欢迎大家回到98系问台财经起传号 前面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二礼拜五入港股解析 在我们线上的是资深证券分析师 也是理财顾问季宏仁季老师 季老师过去这一段期间 虽然入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的态势 但是季老师不断地跟我们分析 说其实这里面结构出现了变化 那么看到有一些外资开始修正 他们的持股的情况 那有一些特别权重比较重的 然后金融类的这大型的 那么调节掉了 然后去转向中型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有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变化 让我们了解一下 是放心早 各位投资朋友早安 那我们在股市做投资 你要先认清楚 自己是真的在做投资 还是在做交易 如果你做投资的话 你找一个好股票 那好的价格 那长期持有它 或是分逼去投资 如果你是做交易的话 你要知道市场趋势是多还是空 那资金往哪边做移动 有道理 这两种是不同心态 也是要不同的做法 才能够成功的 那我们看上证指数 因为我们一直在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从今年5月以来 它的区间就在2900到3000点 这附近 真的 对 如果再深一点的话 就是2857 然后再高一点就是3045 那上一下空间就一两百点 如果我们纠结在上证指数 其实它指数空间其实不大 但是我们曾经讲过 在前一段时间上证50 它已经创了今年的高点 那现在回档做修正 那深圳一百 它其实也创了今年的高点 在做修正 深圳一百 它今年涨幅是47% 那我们看上证 上证中的指数到昨天为止 它的涨幅是16% 所以我们看说资金 其实是在往深圳这方面做移动 深圳一百 对 那我们看一下说 今年大概 我们说八月中以来 这个深户港东 还有这个内支到持续做买超了 那深户港东大概到昨天 这个新闻出来了 累计近流入3000亿 那这3000亿呢 大部分这一段时间 是在深圳股票的持股比重 会比较高 它这3000亿的单位是 人民币 人民币 对对 这个我们讲是人民币 那昨天有25档股票 创历史新高 累计到目前 我的资料是在上个礼拜 25档之外 它有246档股票 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不是说今年高点 是历史新高 所以如果我们的眼光 都在所谓上证指数 这些大型股票上面 我们有很多机会 其实是失去了 对 尤其上证指数 你就指数位置来看的话 其实只有它的历史高点 的一半而已 对 可是已经有246家 是都在深圳而已吗 这大部分是在深圳 有大部分是在上证 也有 那我举例子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讲 所谓的科技类股 那有一个指数 叫做电子零组件的指数 它在今年涨幅是61% 它排名只是排名涨幅第二 涨幅第一的是饮料类指数 OK 那为什么饮料类指数涨幅第一呢 是因为它有一个白酒 白酒它随人家都加入饮料类指数 对不起啊 酒真的不是饮料 可是没关系 这只是归类的问题 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酒不可以当成饮料 所以这个有很多股票在创新高 贵重头台它也创高点 好那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 有两个大组群 它还是明显多头的走势了 第一个组群 我们叫做漂亮50 漂亮50大概是1980年代 这个美国它开始 所谓漂亮50的股票的选择 那漂亮50大部分是在消费 还有服务业 还有一些独占的龙头 那个寡占的一个事业当中 是漂亮50 另外就科技100 那我们说这段时间 在创新高的是科技100 所以如果你是做所谓的交易的 你要知道市场资金流向哪里 我们这段时间 抱歉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有跟投资朋友提醒 你要把眼光放在所谓的一个5G啦 AI啦 IoT啦 互联网这些相关体材的这些股票上面 那你的机会才会比较大一点 你不要拘泥在这个股市的一个载幅载成 这个小小空间 如果你做投资 这边你分批有低点慢慢买 有低点慢慢买 这个你累积的一个低档筹码会越来越多 那它什么时候爆发起来 我们不知道 它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 尤其在科技100当中 如果在中国大陆去美化的趋势 它这一定是一个中长期的大趋势 而且它非做不可 那在整个去美化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科技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科技公司会受惠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其实它那一定是一个极大的趋势 是 没有错的 这是科技100嘛 那漂亮50的状况呢 因为它其实这段期间漂亮50 我们大概的让大家了解漂亮50是怎么选的 然后怎么样了解漂亮50在哪些产业 哪些个股 然后它还能不能够投资 漂亮50 抱歉喔 漂亮50讲白了就是它基本面 这个获利盈余比较好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说大概就是在消费这个主群 还有这个服务业 零售业这个主群 还有一些龙头寡占的股票上面 那我们之前讲的所谓的一个贵州茅台啦 上海机场 那中国国旅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漂亮50的标的 但是我们曾经在前几个礼拜讲过 这些属于外资持续买进的这些主流类股 它其实进入修正 对 就刚好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多头的修正 那还会继续修正下去 你不用太着急 因为我们说它的一个本益比 其实是相对偏高了 相对高一点 所以你不用着急 它修正可能要三五个月都有可能 包括平安保险之类这些 所以杰老师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科技100跟漂亮50 都是你长期看好的 只是在短线上来讲 科技100会比漂亮50强很多 而漂亮50的整理 大概还需要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预估可能它修正一段时间 所以你不用太过着急 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漂亮50的股价做修正 所以上证综合指数就被抵消掉了 涨势被抵消掉了 但是另外还有两种类股 它也开始底部浮现出来的 一个我们曾经讲过 就传统的一个产业的蓝筹股票 龙头股票 它慢慢实施所谓的价值回归 最明显的就是银行股 它的股利率其实浮现吸引力 它的股利率大概有5甚至7% 那为什么这些股票 银行股不能涨 我没提到过 就是因为股价已经反映 它以之为之的一个讯息 因为这一段时间在驱赶赶 它怕说市场上有很多隐含的债务 或是不良率 所以银行股不太容易大涨 在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是中字头的股票 那我们看到说在前两天的 它的一个经济工作会议 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明年2020年的基建 会比今年来的更多 所以这些相关产业 它的一个传统蓝筹股 它底部我们讲过 它现在是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应该在明年的一二季 所以它现在是个反弹走势 还会再下来 这些慢慢已经落底的现象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的重组一圈 重组一圈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这种产业 它已经面临下市的一个问题 那大陆它有一种变相做法 它同意这些公司 经过所谓的备合并 重整或是借壳 置换等等 去调整它的结构 所以这些股票 我们发现前一段时间 有很多小型股票乱蹦乱跳 ST的股票乱蹦乱跳 是因为这些题材 这些股票慢慢也是稳定下来了 所以你看你的投资的喜好 在什么方向 你就找这方面的一个标的 去做投资 可是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都还是他们的 大的产业趋势的大方向 那在ETF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自己去找 它的持股的相对的对应了 对不对 中小企业板在台湾如果有的话 就中小创的ETF 或是中正体系的ETF 它是比较波动性比较大的 好的 但在这些股票里面上上这些股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